天亮了,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 我每天都会审视度视,精心策划 为的就是破解上班时段的困局 但当上班遇到排队 走路,等车,开车 还有各种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 总让你的心脏受压 然后连电梯也不是你想来它就来 马拉松也不能每天跑的 排七七四十九个难终于回到公司 是什么,打卡机竟然要排长龙 结果还是迟到了 下班望打卡,薪水又随时间流走了 而下班望打卡,薪水又随时间流走了